精彩节目即将开始啰 记得订阅喔 欢迎收看理财最前线为你站在第一线 上礼拜五美国公布6月份的非农数据 新增就业人数是来到20.6万人 是比预估19万人还要更好 但是在失业率的部分 它其实有稍微增加一点点 而且这个失业率已经逼近触发经济衰退的指标 也就是所谓的SUM规则 表示的是失业率即将触发衰退的指标 那其实大家以前在看的叫做公债殖利率的倒挂 那后来这段时间发现到这个殖利率倒挂 其实已经失准 所以大家又开始在看这个SUM规则 那规则是什么呢 就是过去三个月平均失业率 跟去年的这个最低点来做个相减 那只要有来到0.5以上 就代表经济已经进入到衰退的初期 那我们看到最近三个月的平均失业率 大概是在4.03左右 那去年的这个最低点大概是在3.6% 所以我们一相减之后 发现到它是来到了0.43% 那跟上个月来比 其实它有慢慢增加趋势 也就是说0.43已经逼进到萨姆法则的0.5% 所以降息迫在眉睫 因为失业率的状况 看起来有慢慢在做恶化 那也会影响到未来的这个消费市场 不过在这个新增就业的部分 其实它是又于预期 所以我们看到在FED Watch的9月份降息几率 其实它是有在提高的 那所以当这个联准会认为今年其实就降息一次 那在债券交易员的交易方式 交易出来结果是显示两次 那究竟整个今年的降息状况 就是要依据整个经济数据 因为这个FED已经有明确的表示 未来是不是会提早降息 就是看经济数据 那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 在联准会6月份公布的这个点证图 今年降息一次 明年跟后年都是各降四次的原因 到底在哪里 那我们看到右边这张图 是美国华尔街 也就是彭博目前统计出来 美国明目CPI未来的走势预测图 6月份即将公布的目前预测是3.1% 那前值是大概3.3 那我们再看到这个到12月份 明目CPI它可能会降到2.8 2.9 那也就是说2.8 2.9跟6月份要公布的数字 其实没有差别太多 所以点证图才显示说 今年大概是降息一码 那我们再看到明年的部分 明年在上半年的这个数字 来到这个4月份5月份 它的数字可能会降到2.2% 那这也是为什么明年的这个点证图 有机会降息到4毛 因为2.2%就跟联准会的目标2%附近 其实是已经接近 所以下半年降息速度 就会稍微比较快一点 当然这个数据上可能会因为其他的因素 做一些动态的调整 那可能只能做一个边走边看 那回到台股的部分 今天是大涨321点 涨幅是1.37% 那收在23,878点历史新高 那成交量来讲是5519亿元 是创下两周的大量 那强势类股包括半导体电子以及光电 那弱势族群包括网通航运以及波淘 三大法的部分是卖超138.78亿元 其中外资是卖超88.3亿元 那外资卖超台股还在继续涨 看起来是一个属于嘎空的行情 那就指数来看的话 目前的指数已经又回到这个 沿着十日均线往上涨了这个走势 那现在十日均线它是有开始往上翘起来 所以是有利于台股接下来继续往上供 那当然就盘面上来看 大家会觉得今天又是一个垃圾盘 那你只要去看这个过去的走势 垃圾盘其实不代表指数马上就会下来 垃圾盘就代表其他类股在做整理在做休息 那由台积电来做主攻 那当然未来假如台积电稍微做一些休息的时候 其他的类股刚好可以做补上 继续把指数往上撑住 那接下来我们观察重点 包括目前的日KD是从先前开始做整理修正 现在又重新出现黄金交叉 那这个是有利于盘式继续往上电稿 那在量能的观察部分 我们从最近的这个走势来看 攻击量的部分最好是在5200亿以上 那假如说出现震荡整理的部分 量开始在缩的时候 最好是缩到4900亿以下 那这个才会有利于未来的指数继续往上供 那当然最近的走势就是沿着这个 类股的轮动来做这个布局跟操作就可以了 那明日的重要大事 像是00940公布确定配息金额 以及这个台湾6月份进出口 那除全息的部分包括阳明群联以及台塑化 那在我们看到在这个苹果 他在6月份的这个开发者大会宣布 他新款手机要加入AI功能之后 外资马上就出了一篇非常重磅的报告 那报告里面的标题内容 其实写的就是苹果的超级周期回来 那所谓的超级周期就代表说 苹果过去他几年的销量 其实是呈现持平 甚至是有一点稍微衰退 主要功能跟其他安卓阵营来讲 其实没有太大改变 所以吸引力其实是不足的 那我们来看到这一次的超级周期 就代表说外资认为从今年开始 苹果的销量会开始展开这个连续几年的上升周期 那当然加入AI这个功能 其实对台湾的供应链就是加持其实是不大 但是我们只要在苹果的销量它是有提升的 而且加入AI之后售价有机会调涨 那对这个毛利率当然也会有一些些帮助 那所以瓶盖股有望成为下一波接棒的这个个股 可以稍微做一下留意 当然包括全网台积电 那它主要是做晶圆代工 那以及在手机组装的部分红海 镜头部分大立光 那在五乳素基板的部分台光电 以及这个软运复合板要滑 那钛金属机壳红准的部分也可以稍做一些留意 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分享 那请投资人务必要扫描QR Code订阅按赞 以及开启小铃铛 并且准时收看九点的节目